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 一则外电突然把此事报道出来了 中共著名老将许室友到达广西首府南宁市活动 许室友获悉这个情况后 十分生气 大陆说 南宁有特务 跟随他的参谋很奇怪 我们南宁怎么会有特务呢 许室友说 忽然他们怎么知道我来这里啊 要采取措施 封敌尔木 第二天 许室友就找到广西自治区和广西军区负责人 向他们了解情况 经过各方面碰头 大家认为泄密可能是由于两个渠道所致 一是由于中越建立了国际货物连运 越南在平祥设了一个交接所 这个交接所有十九个越南人 他们的办公楼距中方的交接所只有三十米 他们经常偷偷观察我方的情况 军方的活动 可能被他们可看到 一是此时中越边境的民间贸易还在进行 越军侦察员很可能化装成老百姓进入我国境内进行侦察 许室友知道这些情况后 立即指示说 铁路方面 我们给中央和国务院写信 派专人送去 提出驱逐越南那十九个人和交接所 停止连运 边界贸易问题 给自治区乔小光书记打招呼 立即停止贸易 派部队封锁边境 随后 去室友的司令部 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经许室友签发后 派人直接送往北京 交居委办公厅 12月23日 党中央作出决定 停止中越铁路的国际连运 驱逐越南驻平祥交接所和人员 对于边境贸易问题 乔小光书记也表态 我们坚决执行 马上办理 随后 广西军区派部队和民兵封锁了边境 由于封锁边境 停止连运 越军终于看不到了解放军的真实情况 结果 1979年2月17日 战斗打响后 越军猝不及防 解放军进入越南境内后 越南不少老百姓人见到他们 起初还纷纷以为是越军呢 正是由于战前许事有高度的警惕性 不仅清除了越南特务 还是保障了反击战发起的突然性 战后 他手下的参谋们无不敬佩地说 江还是老的辣 欢迎关注陈冠任公众微信号 CM00000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